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我們這一集同大家看一個案件,這個案件發生在江蘇一個小超市裏面,那裏發生了一宗命案,就講一個年輕女被一個中年男人亂刀斬死,然後兇手迅速逃離現場,而警方找到兇手的時候, 他竟然死了,到底兇手為何要這樣做呢?他和這個女仔之間到底有什麼瓜葛呀? 時間來到2020年1月份,這一日是元旦,本來是一個喜喜揚揚的日子,整個鎮都充滿新年的氣氛,大家面上都叫有笑容。 在這個這麼開心的日子,就有個男人臉色陰沉地躲在暗處,準備實施一項籌惑已久的復仇計劃。 這個男人叫彭在林,而他要報復的對象叫楊某榮,楊某榮家裏條件好好的,他在鎮上面開了一間煙酒超市,而其實在國內能夠開到煙酒超市的話,其實他是已經可以賺到不少的錢的了。 你想一下,來找你買煙、買酒,利潤多高,甚至乎有一些是炒價來的嘛。 那說回頭,彭在林和楊某榮之間其實曾經是非常好的朋友來的,但是因為一單恩怨,兩個人就開始結仇,天色慢慢暗下來,彭在林越來越躁動,他一想到自己就快可以大仇得布就好興奮。 等到時機成熟之後,彭在林就拿著把刀直衝入楊某榮的煙酒超市,但是令他想不到的是楊某榮剛剛後門走了,得回老婆和女兒在店舖裡。 彭在林在店舖培回了幾個圈,因為見不到楊某榮本來他打算走的,但是想不到楊某榮的老婆見到他,然後這個女人把口好毒的。 他亦都知道彭在林和自己老公的恩怨一開口就在笑他,彭在林本身就一肚火了,家裏被人害到雞毛鴨血,自己還要去坐埋牢,所有事都是拜楊某榮所賜。 於是彭在林就想去跟他理論,怎知這個女人吵起膠上來,把口好厲害,再加上彭在林,不是好聰明跟人吵架。 就是這樣下來他被人罵到毫無還手之力。在這個時候彭在林生氣,他已經徹底喪失理智。 而於是乎就拿了把刀出來,向著這母女衝過去。然後,就有一聲女人的尖叫聲,楊某榮的女人就躺在一堂血裏。 而彭在林看著手上的鮮血,他都開始清醒,於是一轉身就走。 那為什麼他要走呢?他不是想逃避法律制裁,只不過他認為自己的報仇之旅還未完成,他不服氣。 因為除了楊某榮之外,還有一個仇人,就是這個仇人跟楊某榮合夥強拆了他家屋。 這個人就是當時開挖掘機的駕駛員。 他在報仇之前,彭在林已經摸清了兩個人的地址,過了沒多久,他又去到目的地。 不過,彭在林的運氣不太好了,沒想到,這個男人都不在家,屋裏面只有兩個老人家。 於是他決定一不做二不休,又拿刀捅了這兩個老人家就走了,大約半個小時。 警方封鎖了兩個案發現場三個傷者送去醫院,經過一輪搶救,楊某榮的女兒因為被人刺中要害, 救治無效,當場死亡,如果兩個老人家因為就醫及時,撿回條命。 這單惡性殺人案發生之後,警方立刻調派人手,對彭在林展開了地毯式排查。 經過一輪的搜查之後,有消息就說,在信號塔附近發現了嫌疑人。 而在警方全力追捕彭在林的時候,其實他已經不想活了。 路人在信號塔見到的可疑人就是彭在林,他之所以走到這裏就是為了結束自己的生命。 而當警方去到的時候,彭在林已經觸電身亡。 而經過偵緝技術人員的確認,彭在林是屬於自行了斷。 那這單案件的前因後果是怎樣的呢? 為何這麼大仇口呢?前面又說連家裡都被人強拆了。 而彭在林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樓閘村人,她家排行最小加上她唯一的男丁。 所以由小到大,父母姐姐把所有關心外戶擺在她身上。 小時候,彭在林家條件屬於中等片上一家人衣食無憂,日子過得幾幸福。 而彭在林中口老實,從來都不會在外面惹是生非。 而轉眼間,彭在林就到了要娶妻生子的年紀。 這時候,她的姐姐全部加殺人,所以父母就把家裡間屋留給她。 彭在林與楊某榮在同一條村長大兩個人關係非常之好。 長大了之後,彭在林與楊某榮也沒有斷聯繫,間中會一起喝酒聊天。 而且彭在林的老婆也是楊某榮介紹的。 這樣說,算是半個媒人。 彭在林結婚之後,與老婆在村裡開了一個小營養豬場。 當時村裡的人全部都不看好彭在林的養豬場。 因為當年,全國的豬價都是一個低位。 但想不到,她入場時機剛剛好,剛剛開養豬場的時候, 豬價已經是低位。 等到她家的豬出難之後,全部豬肉升得好厲害。 整個市場的價格翻了好幾倍。 就憑著這一波的投資,彭在林是賺到盆滿半滿。 後來彭在林亦都擴大了養豬場的規模。 同時亦都開了一間花木牆,生意越造越大,成為村裡的有錢人。 剛巧得那麼巧,這一年,彭在林這村就列了下去拆遷改造的範圍裡。 按道理來說,這村整體拆遷是發家做的。 不至乎的好機會,整班村民好開心,天大的好事。 但對於彭在林來說,就不是啦。 當時她經營的養殖場和花木牆這些產業好賺錢。 政府雖然給出的拆遷款好可觀,但與她的生意比,差很多。 當時政府的拆遷補償,全部採取統一的標準。 彭在林覺得自己的情況比較特殊。 曾經找工作人員去談這件事,希望能夠提高拆遷補償。 但雙方各有打算,拆遷這件事就擱置了下來了。 村裡其他人都搬走了,剩下彭在林是釘子湖。 這一日,她的好朋友楊某榮去到彭在林家。 而當時楊某榮已經在村子的村子屬。 她這次下來就是為了跟她談拆遷這件事。 因為她身上有拆遷指標,所以楊某榮的心裏好急。 她這次過來就希望彭在林可以盡快簽紙、盡快走。 但彭在林是再次拒絕個好朋友,也是通過這件事。 兩個人,關係越來越差。 因為涉及到各自利益,彭在林決定去省裏反映情況。 不過楊某榮知道這件事之後就派人將彭在林拉回來, 而且不理昔日的情分,將她困在當地派出所, 強行逼她簽字或押或手印。 等到她在派出所放出來之後,她看到家已經變成一個廢墟。 因為楊某榮一早就安排了人去強拆她家。 當時彭在林好生氣,拿起個鐵鏟就跟拆遷隊的人打起來。 沒想到,明明她才是受害者來的, 竟然被人判了三年的有期徒刑。 她坐牢期間的老爸受了驚嚇,突發腦益血去世。 她媽媽因為想要上訪,結果被人強制帶回含冤而死。 所以彭在林出獄之後,她得一個想法,就是要報仇。 她要這班人受到懲罰,付出應有的代價。 其實彭在林的老婆也勸過她,叫她放下仇恨,出獄之後好好的生活。 但是她堅持要去復仇,所以最終就形成了這一次的悲劇。 可能她亦是一個可憐人,因為當年如果她能夠得到一個合理的賠償, 甚至乎她能夠成功上訪,叫可以解決到件事的話, 楊某榮可能她的女兒也不用死了。 但是當年她為了自己的指標,做得太盡太絕, 也因為做得太絕,動用所有關係去欺負一個普通人。 老實人呢,被人迫到長國是會還拖的。 她在還拖一爆發,是比你們的惡霸更加恐怖。 好多案件其實也是這樣的情況發生。 好啦,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。 大家有什麼想說,下面留言啦。 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。 。